后来有关那个三米符,这个函数用到的几率,我觉得还蛮大,而且还蛮好用的,比如说像 这边有一题,销售部跟开发部,其实这里面只有两个部门,它意思就是说,请你帮我把 就是,是什么啦,销售部的奖金加起来 那当然如果你不懂得用三米符,你可能就是什么,销售部,一个,两个,三个 那怎样,计算机在旁边慢慢加,然后加完之后再把它放过来,当然不是这样,如果你懂得用三米符的话 其实只要插入函数,找到什么呢,数学与三角,就是刚刚那个sum,多一个if OK按确定,那三,特别说它会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range,range指的是什么呢 所要加总的范围,我觉得这个叙述有点怪怪的,其实不是啦 所要判断条件的范围才对啦,指的是什么,部门 就是你要判断什么东西啊,判断部门,OK,所以把部门这个范围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范围先帮我选起来 第二个是criteria是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呢,如果是销售部的话,所以你可以打上销售部三个字 或者直接指向其中一个储存格,也是销售部 这个sum range实际上才是什么,所要加总的范围 就是你要加总,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就帮它加起来 那那个范围在哪里,就是奖金的部分 OK,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是销售部的话呢,它就会通通帮你加起来 4500,OK,那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尤其是你加总的时候还有条件的话 那可以用这个sum if,OK 另外的话呢,当然同样的方法,如果你要是开发部的话 所以你这边一样,最近使用过的sum if,记得哦,这个范围 criteria是开发部,所以一样给一个开发部 要加总的范围,这个范围,2500,OK 所以开发部的话,一个,两个,2500,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特别注意哦 尤其是,那个sum if,它那个叙述,它那个说明的条件有点怪怪的 你记得这个range指的就是针对criteria 第三个是要加总的,OK 另外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那个,有关我们的销售人员 假设是大于5万的,诶,这边有多少个大于 如果这边是大于5万的,那就帮我把这边的加起来 OK啊,所以,那怎么做呢? 一样哦,一样,这个地方插完数,一样用sum if 那range的话,指的是要判断的范围,在哪里? 销售额,criteria除了可以给名称之外 你可以给大于5万,这样的叙述 不过你移开,它会帮你钱或加双以后 表示这个是一个文字,一个条件 那加总的范围就在这里,诶,销售人员有几个 所以又帮你加起来,26个,OK 你会发现它等于是,一个一个慢慢帮你判断 判断之后对的,才帮你把它对应的位置的这个 销售人员帮你加起来,26个,OK 那这个是三米符的相关应用 就是,不过这两个题目还算是简单的 后面呢,我们有一个综合练习二 这个综合练习二呢,也是三米符的,再更进阶的应用 我想等一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另外呢,我在云端上面 还有放了两道题目 跟那个三米符有点关系的 那这两道题目呢,其实也是从那个 我之前跟各位介绍那个468招里面 结录出来,那这地方的话007跟011 那等一下这个延伸的题 你把它点开来之后 或者按右键也可以啦,直接上面这边有个下载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这边把它打开来 007,这个产线这边启动编辑 另外还有一题,back回去这一题 或者你按右键吧,这边有个下载也可以啦 下载完之后呢,你把它打开来 有没有这边,打开的话呢,这边直接开启 那这两道题,其实又更稍微困难一些些 比如说呢,看一下007 这边说产线人员工资总和 那什么叫产线人员呢?指的就是说 产线1,产线2,产线1,产线3 所以是产线123 也就是说,你用那怎么办呢? 因为他这个地方啊,我们刚刚是 不就你就叫产线就好了 你干嘛还产线123,对不对? 所以呢,他这个地方 如果开头,他有个开头是什么 那后面第三个字不一样 那你该怎么把它加起来 ok,那这个可以想想看 但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能你就什麼 那會不會有同學想到啊 乾脆講 把他資料排序一下 然後再來加種 我其實不是這樣意思啦 我讓你最好不要排序 你就用剛剛三米斧來做 OK 第2個 1101這個是 苗栗 宜蘭 的總人數 那意思就是說這邊有職工人數 那比如說苗栗 這邊有苗栗的對不對 可是問題它不是單一條件 它變成苗栗線的苗栗式 跟苗栗線的什麼什麼香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宜蘭的 那我要加的是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還是請你用三米斧 把它做出來 OK 不過你會發現難度應該又更高一些些 可是如果你做得出來你會發現很多地方其實是有類似的應用啦 OK 好那這裡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把剛剛那個題目稍微 再練習過 然後再想想看 我是把它放雲端上面這兩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提到這一題 產線 那特別注意 插入函數的時候 當然我們如果一樣用三米斧 限定用 那 第一個當然Range 指的就是你要查什麼 這個範圍 第二個是Criteria 那就是 開頭是 產線兩個字的話 OK 那你要怎麼敘述 特別注意 一樣是雙引號啦 那剛剛前面是產線 有產線123嘛 對不對 那他們有共通的點 特別注意 這個Criteria裡面 它支援 兩種 敘述 一個是萬用支援 STAR 這個STAR意思就是說 不管後面是什麼 反正開頭叫產線就對了 OK OK那可能產線什麼什麼什麼 那這個STAR可以 第一個是 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第二個是不管幾個字 OK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底下的工資部分就 幫我加裝 意思就是說只要是開頭 開頭是什麼的 OK就幫我加裝起來 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OK那你會發現 結果 其實算一算應該沒問題 反正你算過 反正呢 那這個敘述很重要 因為以後 你會發現你工作裡面很多 可能他 開頭就是 是一個產線 後面反正 那同理可證 你如果放前面的話 反正這開頭是什麼什麼產線 OK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那這個STAR指的是萬用支援 不管你前面是什麼 不管後面是什麼 OK 這個還蠻好用的 好那產線這個部分 應該沒問題 所以關鍵就多一個這個STAR 這個還蠻重要的 其實我 我發現大部分的書籍裡面很少有提 談到 他就是 這找什麼 明確的 但是如果說呢 他可能有只是某個關鍵字的話 那沒辦法 你可能要 其他的方法 OK 第一個 007的部分 那01 這個11就是第11題 苗栗跟 宜蘭的 那個總人數 就是職工總人數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當然 因為 他這個地方 總共有 苗栗跟宜蘭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一次 全部做完 恐怕太麻煩 太複雜 所以你可以分兩次做 那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 你可以先找什麼 Savif裡面 找這個範圍裡面呢 開頭是苗栗 所以你會發現 剛剛那個那一招 你馬上可以拿來用了 開頭是苗栗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把這個 苗栗 其實打 上去就可以 苗栗 OK 後面加個信號就好了 反正是苗栗 什麼什麼 所以這個地方 苗栗線的所有的 通通幫我找出來 那幫我加總職工人數 按個確定 30個 可是宜蘭怎麼辦 很簡單嘛 你就把這個公式 複製一下 後面呢 再一個加號就好了 鐵桑 這邊怎麼樣 改成什麼 宜蘭就好了 OK 所以如果將來 如果你有兩個條件的話 有沒有 直接後面 再給他加一下 不就好了 所以宜蘭跟苗栗 不就完成了嗎 對不對 這個 導致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會用 三米斧 這樣用的話 馬上可以算出來 但如果你不會這樣用的話 恐怕你又要再用 一堆公式 然後又用 對 可能還不盡理想 所以 三米斧還蠻重要的 很多人 知道這個函數 但是不太會用 而且更不要說 會這樣子用 OK 這個 還蠻重要的 很多函數裡面 都可以這樣用 只是 很多書裡面 甚至 它裡面說明檔 也沒有特別提到 OK 所以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 再來的話 請各位 開啟我們數學函數裡面的 額外的題目 叫做 第二個 教師研習時數統計表 這個範例題 這個範例題裡面的話 其實 又稍微又比 剛剛的這兩題 還要來得更複雜 什麼意思呢 它首先 它題目裡面要 把序則2 複製一個變序則3 所以你等一下複製比較快 我習慣按 拖拉過來 按Ctrl鍵 這樣最快 然後把這個改成序則3 Enter一下 那主要是 這個是總表 就是所有老師 第二個是 有參加入門教學的 研習時數總數 3的話是什麼 是進階 OK有入門有進階 所以兩次研習 贏得 加總 進階 把它改進階 然後有兩位老師沒參加 第一位 跟最後一位 所以把第一位跟最後一位老師 的名字 把它做刪除 把這一列 跟這一列 把它刪除 刪除 然後呢 把這個編號重新編過 所以這邊一樣 把它 按 1 底下的話 1到12 那這邊的話 時數 全部通通改成 兩個小時 那也就是說 這個有 有 每個兩個小時 那這個入門跟進階 那題目意思是說 這個總表 請你幫我查一下 王清露老師 他這兩次教學裡面 他的時數是多少 OK 那當然 王清露 當然 你不可能說王清露 切過來有沒有 沒有 切過來沒有 沒有 好那就零個小時 是不是 好李世遠 有沒有 切過來 看到1.5 切過來呢 沒有 那就1.5 是不是 就是 我應該還是有人這樣在做事情的啦 我有看過蠻多人 其實真的是這樣在做事 我在想說你怎麼做得完了 還是可以做得完啦 只是 效率一定不好 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要你這樣做喔 OK 你還好兩次演習 那如果十四二次演習 那你不是怎麼 切過來 而且你眼睛喔 人的眼睛跟電腦是不一樣 人是會疲勞的 而且看久了你總會 漏掉的地方 所以算完之後呢 結果一定是 會有問題的 就像之前喔 有一個同學他是 蒙火人壽公司的吧 因為壽險公司 看起來其實還算是賺錢 那他 他在怎麼做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 在那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所以你們等下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雲端白板裡面的其他補充範例 那這一題剛好是同學問的 所以我順便 補充 就是 這個是 他有一個什麼 公司的那個 那個 有一題喔 公司的 等一下我再把它補進了好了 沒放進了 他就是要怎麼樣 算一下那個 到底他有幾筆之 他也是一樣很厲害 他就是一直用 人工這樣算 算完之後 看到有幾筆 就是同業之間的名單 那我想說 這樣怎麼得了 裡面資料很多 他每天都這樣算過一遍 那其實這種事情交給VBA 就按個按鈕就結束了 可是他不會 那怎麼辦 就總有一些方法 所以 請各位先把這個 這個題目 先 剛剛這兩題 OK 試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的那個 延伸題 試試看 怎麼樣把這些 給算出來 畫面先黃點 各位一下 那我們也先 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 呢